大家好,我是吳仔,這一節我們說,汪明荃原來曾經大過肚子 請大家給我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不說你不知,說開就真的得人驚 汪明荃親術為何當年不嫁何守信呢? 她說她第一任丈夫對她很好,還說跟這個男人有個嬰兒 但她說自己不好,只是自己不好 沒有後悔過跟何守信談戀愛 究竟她又怎樣跟羅家英認識呢? 傳聞汪亞姐有兩億身家,所有資產都賣物業賺回來 拍電視不會賺到兩億,但賺錢也賺到兩億 購買這些物業是有什麼投資的心得呢? 除了是男人之外,我們還說是錢銀,汪亞姐秘密大全 我們交給孔飛龍 大家好,我是飛龍 今天會說一下阿姐的近況,又會說一下以前的事 近況就是,例如阿姐剛剛 八王戶館粵劇界一定會認識 當年阿姐覺得她入粵劇也一定要入八王戶館 不知不覺,阿姐已經做了二十多年主席了 會說一說,當年阿姐剛開始做主席的時候 有什麼困難之處呢? 另外會說一些阿姐的投資之道 阿姐從來都不買股票 但是傳聞她的身家有兩億 那怎麼賺這麼多錢回來呢? 因為阿姐說她這麼多年在TVB做 其實不是賺很多錢的 向來跟TVB都是講心不講金 給她多極有限 從何而來這樣投資呢? 今天也會說一下 還有會說一下阿姐當年的感情事件 我看到阿姐有一個訪問 也承認過她第一任丈夫 其實對她很好 不知是丈夫對她很好 整家人都對她很好 那為什麼離婚呢? 阿姐說只有一個原因就是自己不夠好 當年阿姐其實就沒有什麼眼光 勉強了阿何B去談戀愛那段時間 阿姐也有說 其實如果開始跟何B的開始是好一點 那時候大家都可以開發結果 但是開始是實在搞得太和了 所以會說一下 阿姐為什麼當年不嫁給何守信的真相呢? 雖然看回其實跟何守信那時候也有些問題 不過阿姐總算是沒有灰和何守信在一起 所以今天有關阿姐的新舊事情都會說一些 首先說一下阿姐 做了二十幾年八华湖館主席 阿姐宣佈下架就不會再參選做主席 那麼多年阿姐都算是這樣 對八华湖館和粵劇的發展 都算是交了一個比較好的成績表 為什麼突然間不想做呢? 始終都二十年了有點累 那麼阿姐覺得現在是一個好的時機呢 將主席的稅印加出來 給接班人去接 當年阿姐剛加入他們的時候 他都覺得是很幸運 因為他開始做主席的時候 第一次做主席的時候 很多叔父輩覺得阿姐是沒有資格去做的 首先他們那個年代 覺得為什麼是由女人做主席呢? 他們說他們之前沒有試過 在阿姐之前是沒有女人做過主席啊 就算看到我們白書先 他也進過八华會館 他也沒有做過主席啊 其實阿姐剛進去的時候 他們覺得阿姐 本身在大戲方面 不是特別說超級出色啊 到粵劇的歷史又不是說認真好認識啊 所以當時很多的長輩級 包括新馬仔都挑戰阿姐 覺得他是沒有資格去做這個位子的 不過你知道阿姐是一個堅毅的毅力啦 如果沒有資格的話 怎麼可能會做這麼多屆呢? 所以你知道阿姐的聰明 同樣也是 阿姐呢 傳聞他呢 他好像資產呢 都有兩億那麼多的身家 但真的訪問到阿姐那一剎 阿姐就不肯透露 這些是秘密的 不可以透露的 阿姐說他從來不買股票的 只是購買房子 就可以這樣賺這麼多錢 哇這麼厲害 而且阿姐呢 他說呢 買房子這麼久呢 都沒有問過銀行借錢 全部都是一筆給的 全部是現金支付的 很厲害啊 為什麼阿姐這樣做呢? 阿姐說他自己在投資方面 其實是很膽小和保守的 還有一個人從來都不喜歡欠債的 就是做得按揭呢 就會欠債給銀行啦 萬一呢 不夠錢還的時候 就會擔心的 所以阿姐自己習慣 要有很多現金在手的 所以這麼久去買房子 都是量力而為的 所以阿姐呢 教導他買房子 開頭就從小房子開始買的 買不起的 就不會買的 還慢慢發大 賣上去 哇這麼說 其實阿姐 只是沒有做過生意啊 因為生意一定要做發大 一定是要問人借錢 你才可以發大做生意啊 阿姐說他不買股票呢 因為他覺得自己的錢很辛苦賺回來的 他不想呢 一個不小心呢 就虧了他 他已經是工作就是阿姐的專業 他就會放精神和時間 投資方面呢 他就覺得自己不夠是專業了 所以他就不會走去 無緣無故去買股票 阿姐說他以前買房子 很多時候都不是說一定是投資目的 只是因為呢 方便工作啦 根據個人需要而買的 即是當初啦 之後可能就未必是這樣啦 所以當年阿姐 首次置業都是由廣播到開始 以前TVB在廣播到那裡 之後電視台搬到清水灣 那麼他又在1987年的時候 以293萬呢 扣入了一個清水灣別墅獨立屋 方便他上班 現在這房子已經是6000萬 哇 挺好賺 近年的職業一次 阿姐已經好像是2014年 扣入了 柯士甸到一個 兩房的單位 因為當時呢 是籌見西九呢 戲曲中心呢 很多時候他都要去地盤附近視察的 那麼剛剛阿健周圍環境都不錯 那麼所以就在那裡買個單位 果然啊 所有買的單位都是因而 工作而走去買個單位 挺有趣的 講一講阿姐的背景 有一些我之前沒有提過的 本身阿姐是上海出生的 還在純明島那邊出生的 所以呢 他汪明泉的名字就是 剛出生的地方都是一個名字 而這樣叫出來的 那麼阿姐本身是47年的時候出生 他差不多去到10歲才來香港的 那麼之前一路都是由他爺爺媽媽照顧他 所以最初來到香港的時候呢 廣東話都不會說的 沒有說廣東話 就算呢 上海話以前在上海都不多說的 是說他那些鄉下的話的 因為那時候他是跟他爺爺媽媽住的 那阿姐本身呢 還有一個姐姐和弟弟的 最初來到香港那附近呢 除了語言的問題之外呢 就算回到家呢 其實整家人他都不是很熟悉的 對呀 跟他爸爸媽媽 姐姐和弟弟都不是很熟悉的 反而他姐姐和弟弟呢 從小到大都是跟著他爸爸媽媽 剛剛是他呢 中間呢 就給了他爺爺媽媽照顧喔 這個案子也幾次我以前一位前度 家裏也是三姊妹啊 剛剛是他在中間 又是他呢 才給了家裏公公婆婆照顧喔 即是一頭一尾呢 反而呢就跟著爸爸媽媽 好有趣喔 所以最初阿姐來到香港呢 要很努力啦 學好一些廣東話啦 還要學完英文 阿姐說他小時候是沒有讀過英文的 所以阿姐也挺厲害的 那麼阿姐當年入行呢 就是由李的呼聲開始啦 第一期的訓練班啦 那麼訓練了一整年了 還記得阿姐說是1967年呢 4月一日呢就跟李的呼聲簽約的 我怎麼這麼記得啊 因為當日就是漁人節啦 我覺得呢漁人節啊 就去簽約有點奇怪喔 不過後來又想想一下 漁人的漁字和娛樂的漁字是同一個發音喔 有可能因為要注定他這輩子都要娛樂觀眾呢 那阿姐說這樣解釋之後又覺得OK喔 那阿姐說他最初入行的時候好像是600元左右 那時候600元的人工都不是說認真很差喔 因為最初阿姐想過啦 考空姐啊 但是空姐那時候人工呢就是700元 就是多去100元的 那為什麼多100元都不走去做呢 阿姐說原來發覺空姐原來要做很多些 搬來搬去的東西喔 真的是啊 比較好似一個 似一個工人的形式 他又好像不是很想這樣做啦 最初阿姐呢以為空姐 只不過跟那些乘客打一下招呼就OK的 原來不是喔 要很多些搬搬台台啊 遞餐都要做喔 所以之下呢就選了電視台工作啦 那後來就轉了去TVB啦 但是轉TVB之前呢其實21年呢 公司冷凍期的 因為當時他不和麗的呼聲簽約呢 那麼巡禮就會說一年而已 那麼當時他選擇大台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工好一點啦 所以就選擇過他啦 那段時間呢大台呢 很多時候都會派一些人去日本訓練的 那段時間他又不可以出鏡喔 又被人說喔 那也好啊 就在那段時間呢 有一段時間他去了日本深掃啦 那日本深掃那裡主要都是學一些唱歌啊 跳舞啊等等啦 但是深掃完之後呢 1971年那時候呢 阿姐回來香港呢就已經隨即結婚喔 那問到了啊 她的丈夫呢 第一母丈夫是怎麼認識回來呢 一聽說她是圈外人來的喔 是不是日本認識呢 阿姐說其實就不是日本認識的 她不是去日本那時候已經認識她的 而已 阿姐跟她的第一母丈夫呢 當年呢其實是認識了年多呢 就已經結婚的 因為她覺得需要所以認識這麼短時間 就已經可以結婚了 因為其實那時候那些人都是認識一兩年就結婚的 那個period的人 習慣了是這樣 那麼她的第一母丈夫呢 家裡是獨仔來的 還有他們那段時間呢 流行呢 即是二十初左右就會結婚的 那個年代是流行的 那麼阿姐都覺得啊 有可能大家都需要結婚 那時候就結婚了 還有電視台也是一個新興行業 我想她當時沒有想過呢 電視台呢 裡面那麼多姿多彩的 我想阿姐最初都是當一份工去打而已 如果知道那麼多姿多彩 阿姐就應該當時未必去結婚的 那麼阿姐說她第一母丈夫 一家人都對她好好的 家婆都對她好好的 雖然最初就不是很想她在電視台工作 因為他們那個年代就習慣了 結婚了就應該來家裡的 那麼阿姐那時候很想繼續在那裡工作 那時候他們也沒有說阻止 因為阿姐說她那時候 有些節目呢 要回星期日啊 你知道星期日很多時候是Family Day 搞到呢 她又跟她家人又沒有Family Day 跟著年初一又要回電視台工作 她家婆其實就不是很喜歡啊 因為年初一就很多人過來她家裡拜年 誰知道媳婦不在那裡啊 那時候也由得阿姐這樣去做 那麼阿姐都說她家人呢 當時她抵恩丈夫家人都很尊重她的 阿姐說她當年跟抵恩丈夫那時候呢 都有懷過癮啊 不過那時候又可能不懂得照顧身體啦 後來就小產了啦 所以有段時間阿姐其實曾經都想過生小朋友的 不過最後沒有辦法了 但是有些是命運啦 我被問到呢 阿姐的稱號是怎麼來的呢 阿姐就說應該是當年呢 拍著《天雄》那套劇集的時候呢 那個監製呢就叫阿姐開始做阿姐啦 那阿姐說呢 不知道是不是當時是她比較兇啦 哈哈哈 所以這些人這樣叫她啦 那阿姐說她自己不是比較兇的 只不過她是有些要求的人咯 還有很多時候她 看幾看她已經知道是應該要什麼的 給其他人呢 很早就知道要求什麼 所以她就很多時候 那些人覺得嚇嚇嚇阿姐也是要求的 阿姐因為她比較熟行 當時人家叫阿姐她也OK 因為她說之前自己也沒有任何花名 叫到也好 還有阿姐說在她的那個背份裏面呢 在她記得她被人叫阿姐已經是阿 任劍輝那時候也是被人叫做阿姐的 反而白雪仙就不是的 任劍輝也只是叫阿姐的 任劍輝也只是叫阿姐的 所以阿姐也很開心啊 她印象中就是任劍輝之後呢 就到了阿Lisa 倭明荃 都是這樣被人叫做阿姐的 既然這麼好 為什麼會離婚呢 阿姐的唯一解釋就是 就是自己不好咯 就是這麼簡單 那麼當時她還跟了何手信一起 為什麼會跟何手信一起呢 因為很多時候大家在做《歡樂今宵》 朝見晚見 有人見一下見一下 又增進了這些感情 還有第一 他又覺得 何手信的人很厲害 還有 他說何手信很帥 這個阿姐 純粹是阿姐自己看 但是問到阿姐 當年有沒有想過跟何手信結婚呢 阿姐說 沒有啊 這件事就 最主要是他們剛開始的時候 處於一個很尷尬的位置 何手信又有去另一半 阿姐又有去另一半 都還沒有離婚的 但是阿姐就說 當時何B就跟他說 他跟他另一半就已經完全 即是未搞好離婚手續 但是已經沒有在一起的 聽就這樣聽吧 我聽到一些長輩說 當時的雜誌也不是這麼說的 阿姐跟何必一起的那一剎 是被他老婆當免足道正的 還打到阿姐 傷了一段時間 是依然休養的 但這些我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因為那時候我太小時候 我也不知道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但是聽到長輩說過 就好像有這樣的事情 大家可以告訴我 這些是真還是假 不過阿姐說到他跟何必 感情上那麼好 最後為甚麼會分手呢 我看那個訪問阿姐都很老實地說 因為當時發生了一些不如意的事件 應該是XC生的事件 當年何B被捉黃腳雞事件 再加上後 何首信又去了外國移民 我想他移民那一剎就是 這些黃腳雞事件 令他逼著要移民 何B去了外國移民 這次就是感情大家衝淡 兩件事都合起來 小健衝淡 以及之前XC生的事件 阿姐都說 當時是有一點不太接受到這些事情發生的 但如果問到阿姐 會不會呢 今天再看回 會不會當日呢 其實沒有跟何首信拍拖會好些呢 雖然阿姐覺得何首信 在人生來說也是一次的投資愛情的錯誤 但他也無悔的 他也不會覺得沒有了這段愛情 其實會是好些的 因為始終都是人生的一個經歷 所以他也不會後悔跟何首信拍拖 被問到了 後來怎樣跟羅家英一起呢 最主要是1987年尾的時候 大約 當時嘉英剛就要找個拍檔跟他做大戲 之前阿姐有跟林家昇合作過一次的 因而羅家英就知道阿姐本身對粵劇都有興趣 所以託人找阿姐問他有沒有興趣 大家一起做 阿姐知道羅家英很厲害的文武生 當時他跟羅家英說 跟你做都行 但有一個條件 就要他陪他練一練功 當時羅家英想阿姐做木鬼英 誰知道羅家英又肯答應 所以就這樣一齊 不是開頭拍拖一齊 就是一齊做粵劇先 我覺得阿姐 難得有一個好的機會 有一個師父教 還要一整年 那當然好 反過來 因為羅家英想找個拍檔 原來不知道是否羅家英本身已經看了阿姐 想借這些機會去認識阿姐 直接阿姐那一齊 叫他一年不要做其他大戲 陪他在練 家英哥也可以 你又覺得當時家英哥是不是對阿姐已經有意思呢 今天的娛樂新聞就講到這裡 下次再分享其他娛樂新聞 就是這樣 拜拜